基本上需要用到的资料其实在云端上应该都可以满足我们上课用到的相关的资料 那包含就是说有个教学论坛 当然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填email我会寄给各位 就是我们上课连结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开启这个教学论坛的这个连结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我们这班的论坛的位置 然后你点选之后的话那理论上如果你已经加入的话 假如你已经加进来会看到就是每一次上课 像我们上个礼拜上课的这个连结 那我会给一个清单另外的话有个完整影音 你就点选这个完全影音之后的话点击它 那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的录影在这边 基本上的话大概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到有关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上课的介绍等等的REPD-LEN test函数 另外有Value 这个Value蛮重要的很多人不太会转型的话 那即便你看到的是对的可是你最后结果还是做错 那原因就是你那个资料形态的问题可能是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那个虽然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Value的话那它你会发现 从那个靠左靠右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是靠左对齐那是文字 靠右对齐那是数字 所以我有讲一个筛选 筛选也蛮重要有些功能的话 如果你会很快事情就做出来了 那还有录制聚集 所以录制聚集如果你不熟练的话我建议 如果你工作里面只要有重复性的动作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建立那个 把它录制 那录制前你可能要注意要彩排一下 彩排就是那个步骤你不要多录 录的话变多余的程式 那它会多跑 当然理论上也可以跑 不过慢慢要习惯就尽量不要有多余的程式 否则这样你要再去做修改 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然后还有就是说加入那个表单的按钮 按钮的话就将来我们执行 那所以呢你把上个礼拜 假设你上个礼拜有存档的话 理论上就是在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 那记得你就开启了 我这边已经开启了 我先把它关掉一下 那开启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 其实就是VBA 它聚集差别是说 是那个Excel帮你写的 那不过呢如果你启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安全性警告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有VBA或有聚集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下这个 啟用内容 不然的话你再去点那个 假设你没有像之前有同学 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直接去按这个按钮 如果你没按这个 你按这个它会出现什么 啊无法执行 为什么 因为它锁起来 不跟你用 为什么因为早期有那个聚集病毒 就是很多人一打开 有病毒就中了 因为它没有安全性的警告 那它不确定说到底要不要执行 也不确定这个来源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现在只要执行那个 你里面有写VBA的话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按确定 你就要启用之后的话 那这边按下上个礼拜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执行 清楚 这个是上个礼拜做的 当然的话 除了说呢 你可以做按钮之外 另外我在讲义里面 也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加按钮部分的话 应该是在讲义 反正讲义里面也有 另外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查看那个VBA程式 到底这程式写在哪里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加上注解 那所谓的注解就是说 因为它帮你录下来的程式 它只有程式 但是里面至于你做什么动作 它上面不会自己帮你加上说明 所以如果你要加一些说明 就是以后你下一次看 你回头看 你可以看得懂的话 那就是记得要加一些注解 那注解要怎么加 我大概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话 上个礼拜的东西 特别注意 还是回去还在做一下 尽量还是每一次上课 你记得回去就要重做一遍 确保你是真的会 而且我强调 不是只是会 还要熟练 比如说录制聚集 你要不要说想半天卡在那边 虽然你是会 但是很多人会 跟熟练是不同的 很多人是会 但是奇怪 像明明老师讲过了 怎么我好像忘东忘西 所以如果忘东忘西 你最后要怎么用 你就用不出来了 对 等于跟不会也差不多 所以很多人是会 但是完全不熟练 所以 会跟熟练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 请各位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真的很多人都会 但是用不出来 因为不熟 所以特别主要像录制聚集 回去请各位多多练习 反正呢 只要有重复动作 你就把它录下来变按钮 录下来变按钮 OK 然后不影响工作前提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按下这个按钮 它可以执行之外 除了按按钮 按按钮 我们可以开发人员 这个开发人员我们讲过 从上面这边 其他命令 所以今天如果电脑又还原 你可能要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区里面 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勾 它才会出现 预设是没有打勾 我们把它打勾 那再来的话呢 就插入 这个有个表单控制项 里面按钮 那利用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做出 这个按钮呢 从开发人员这边 然后做出这个 这个按钮 那除了 这边可以 比较正式的做按钮之外的话 其实呢 当然如果说 你 比如说你可能会VBA 但是你不需要让它知道 可能你做太快了 效率太好 老板可能还会给你更多事情 的话 那你 那你可以什么 不要做按钮 假设我这个按钮不要的话 我可以按右键剪下 剪下就等于删除了 或者你如果不删除的话 另外 你不用按右键剪下 你可以什么 按右键 有没有 然后再点旁边一下 按delice也可以 这个是删除按钮 不过感觉好像 动作 剪下好像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你用剪下好像OK 也OK 那另外的话 你除了可以插入这个按钮 比较正式之外 其实另外你也可以把它做成类似 我们在讲义里面提到 就是你可以什么 用那个像这种图示 也可以让它直行 那这个图示 你可以从插入 插入里面找到插入什么呢 一些小的图案 或者是一些什么快取图案 这些都可以 或者一个图档都可以 然后插入图案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要执行 手机串接的话 我是一个笑脸 笑脸这边 当然有一些图示 你可以自己再选一下 反正这边OK 假设这一个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笑脸 变成去执行那个 就是手机串接动作的话 那你可以按右键 记得按右键之后的话 指定聚集 再去指定什么 指定这个手机号码串接 按确定之后 这个按下去 就OK 也可以啦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在清除的话 是插入图案 插入图案里面 假设我拿一个这个 乘号好了 拿这个来当清除 然后呢 一样给一个 把它换一个颜色之类 这都可以换 按右键的话 你可以重新指定聚集 然后找到什么 清除 这个清除好了 OK 那这个名称就不用了 你直接按确定 那按一下它 点旁边一下 按下它 它又清除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呢 不是要很正式的一个 执行动作 一个按钮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从插入图案里面 去加一些图示 然后也可以达到 按下某一个按钮 它也可以执行的这个动作 可以图的话 利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完成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最后有讲到 这个按钮 我想请各位 再把它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 写完的程式 它到底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把它执行了 但是如果我想要知道 到底它写了哪些东西 并且它写在哪里 我去哪边找 特别注意 在开发人员里面 你如果要知道你东西写在哪里的话 请你点选 那个去集这个按钮 它会跳出你之前写的东西 这个跟这个 你再来就是什么 如果要看手机串接 我就点选这个编辑 OK 特别重要 编辑的意思 其实主要 其实跟你按下这个 video basic是一样 等于是编辑 它会把这个video basic的环境叫出来 然后帮你把那个程式给秀出来 所以其实你点这边 跟点这边结果会是一样的 所以看个人习惯 如果你 当然我比较习惯是直接点video basic 不过我们第一次先试用编辑 那你会发现它就跳一个什么 跳一个video basic出来 不过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个小bug 我好像在很多地方按下它 它应该要跳出来 可是它就闪退 很蛮奇怪 好像不止这边电脑 实际上它已经出现了 只是说跑到后面去了 或者是说如果你一直闪退 没关系 就刚刚按这里就好了 它就跳出来 那我的习惯是 会先把这个video basic 把它缩小 浮动在上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将来呢 我要撰写程式的时候 会看我到底要做什么步骤 然后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所以通常是浮动在上面 不然的话 如果你整个把它遮住的话 有的时候你要用想象的 到底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很难想象 所以我通常 会是让它浮动在上面 那浮动的方法应该会吧 就是你把它这样子 再缩小一下下 OK 大概多小 我想慢慢自己去控制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写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 手机 上礼拜的手机号码 有一个sub开头 一定会有个end sub 结束 那它的程式的头在这里 名称叫这一个 尾巴在这里 那不过我们要怎么再把它加上注解 我们待会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开起来 OK 开发人员 另外的话也许练习一下 插入那个图案 OK 然后加一些小说图 像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会再进一步的 再来了解一下那个visual basic 一些细节部分 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 自己要撰写一些 这个VBA的程式了 OK 所以这样后面的话 都是要 上个礼拜是用录制的 他帮你写 今天开始 我们慢慢要习惯 你要开始 学会 自己写一点VBA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各位也不用担心啦 因为程式都很短 没有什么 没有太多 没几个字 但是主要你要熟悉什么 如何利用那个 就是VBA里面的物件 比如说我要一个储存格 你就要知道储存格物件的名称叫什么 然后怎么去利用物件的概念 去控制这个你要输入的东西 或者你要输出的东西 我想大概是这样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 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 大家回顾一下 尽量就是 除了要会之外 我是强烈建议各位要熟悉 熟了之后说真的什么都好 你不熟说真的好 感觉就是什么都不对 OK 所以有时候老朋友 你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就 感觉就很轻松自在 但是如果你是很 刚认识的朋友 你就觉得好像处处都 你必须要先磨合 必须要培养默契 那感觉好像就很多地方都太对 OK 或者又怕说他到底会不会误会我的意思 所以你讲话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你是很熟悉的朋友 就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慢慢把Excel 当成是朋友一样看待 你以后跟他是好朋友 老朋友的话 真的很多事情就好好解决 比如说有哪些功能 马上一想就知道 哪个地方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尤其是Excel的工具 在目前办公室应用上面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每天开就是开Excel 以前可能还会开Word 我看现在很多人Word都不用了 OK 那以前还会用资料不SS 现在很多公司都不买SS 直接干净用Excel 所以Excel几乎把很多的软体都统整在 在这个程式里面 所以等于如果你没有这个Excel 很多电脑如果没有灌Excel 真的感觉不知道怎么用 对 即便拿给你一个其他免费的 有蛮多什么LibreOffice免费的 大家用起来还是觉得卡卡 它是九层相同 但是只要一层不一样 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这部分 可能会是erm tenha 可能会是任何商TION 入手 ? 谢谢大家